好由花莲县体育会举办的慢速磊球乐活杯锦标赛 由一支来自陆军官校退休的大叔们所组的回篮军军军队 在球队上奔跑以球会友 而这支球队来自光复玉里等地区的陆军官校校友 希望透过球赛再次相聚 花莲县体育会办理慢速磊球乐活杯锦标赛 由一支来自陆军官校退休的大叔们所组的回篮军球队 在球场上奔跑以球会友 这支球队由来自光复玉里等地区的陆军官校校友 希望透过球赛以球会友 陆军官回篮军则是花莲陆军专班成员所组成 球员们都说很开心能够在疫情后大家相聚 因为距离上次打球已经有四个多月了 然后在我们退伍以后我们还能聚在一起一起欢乐打球 然后快乐乐活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防疫期间还是要运动 那不能够因为防疫就当借口把这些运动就暂停下来 那只要注意到防疫的作为运动都还是可以的 球员纷纷都说大家退伍之后都在各自的职场上努力 平常很少相聚 透过球队还有机会与大家来相聚 这次疫情期间这场比赛格外的珍贵 接着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